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记忆体晶片大厂SK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相继公布了2025年第二季财报 对比之下SK海力士超越三星电子成为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厂商 根据SK海力士的财报显示 前二季度营收金额为22.242兆韩元 同比增长35% 创下了历史新高 也超越了分析师预期的20.56兆韩元 营业利润为9.21兆韩元 同比暴涨69% 创下历史新高 也超越了分析师的预期 净利为6.9962兆韩元 同比暴涨70% 营业利润率为41% 同比增长了8个百分点 净利润率为31% 而三星电子的二季度财报则显示 该季度合并销售额为74.6兆韩元 同比增长0.7% 环比下滑5.8% 营业利润同比大跌55% 降至4.7兆韩元 创进6G新低 其中三星电子的记忆体业务 应售为21.2兆韩元 同比下滑3% 环比增长11% 三星解释称 由于记忆体的库存价值调整 以及与中国相关的非记忆体出口限制 影响相关的一次性成本 对利润产生了不利影响 显然 SK海力士技艺季度超越三星电子 成为全球第一大记忆体晶片厂商之后 SK海力士二季度的22.232兆韩元营收 再度超过了三星电子技艺 体业务的21.2兆韩元营收 连续两个季度 蝉联全球第一 并且双方的记忆体业务营收差距正在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 SK海力士高频宽 记忆体HBM市场的强大地位是成功关键 其对AI和高效能运算工作负载至关重要 而SK海力士在HBM市场的份额超过70% 并且是回答NVIDIA等主要 AI晶片商的主要HBM供应商 有分析称 今年SK海力士DRAM收入 估达496亿美元 超过三星464亿美元 HBM在SK海力士收入组合占比上升 从2019年3%增至2025年42% 记忆体晶片市场的领导地位转变 凸显AI记忆体的创新和战略合作 如何重塑全球半导体记忆体市场 另外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记忆体追踪报告显示 三星HBM出货量份额从2024年同期的41%下降至2025年第二季度的17% 落后于SK海力士和美光等竞争对手 上半年 三星HBM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出口限制 导致该公司销售渠道受限 相比之下 SK海力士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记忆体销售额为21.8兆韩元 占据记忆体领域的榜首 略高于三星记忆体21.2兆韩元的营收 统计都包括了DRAM和NAND SK海力士在记忆体营业利润方面也优于三星 分析显示 自2024年上半年以来 两家公司的营业利润走势出现分化 SK海力士凭借在HBM领域的成功 已成为辉达的关键合作伙伴 营业利润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 三星的营业利润持续下降 反映出其在HBM市场表现相对较弱 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师John Co. Choi表示 好消息是 三星HBM销售似乎已在2025年第一季度触底 并在2025年第二季度显示出复苏的迹象 然而 为了重夺失去的市场份额 三星必须实现HBM三亿客户群的多元化 并通过辉达严格的质量测试 目前辉达的AIGPU主要依赖于SK海力士供应的HBM 据韩国媒体ZDNet报道称 三星为了提升半导体业务获利能力 正积极地降低其面向人工智慧应用的HBM三亿的生产成本 从而降低售价 以吸引辉达的采用 报道称 三星的战略很简单 让其HBM三亿记忆体比其他任何供应商都更实惠 更可用 这将成为未来AI运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星记忆体部门的二季度销售额较第一季度增长11% 达到21.2兆韩元 折合152亿美元 这部分归功于HBM三亿和伺服器高密度DDR5的扩展 随着伺服器SSD销量的回升 NAND库存的清理速度也在加快 今年下半年三星计划提高128G DDR5 24G GDDR7和第八代VNAND的产量 特别是用于AI伺服器部署 由于预期供需将发生转变 市场供应将超过需求 在三星电子暗示其第五代高频宽记忆体HBM三亿的价格 可能会下降后 有业内人士认为三星电子为向关键客户商业化12层HBM三亿 而实施的降价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星电子第二季度业绩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对于HBM三亿产品 由于供给增加量超过需求增长率 预计供需将发生变化 他们预计这将暂时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该公司继续表示考虑到下半年传统DRAM的价格上涨 他们认为未来HBM三亿与传统DRAM之间的利润率差距将大幅缩小 HBM三亿是目前市面上最新一代的DRAM 根据DRAM对战数量 它分为8层和12层版本 随着辉达和AMD等全球科技巨头 发表最新的AI加速器 预计今年对12层HBM三亿的需求将大幅增长 尽管如此 三星电子强调需要制定营运策略来优化盈利能力 并指出HBM三亿可能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 这被解读为反映出 SK海力士和美光等主要竞争对手 正在积极量产12层HBM三亿 但受美国限制向中国销售先进晶片 以及持续的库存调整影响 该公司的设备解决方案 DS部门虽然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利润 仅为4000亿韩元 折合2.87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6.5兆韩元 折合46.7亿美元大幅下降 然而三星押注人工智慧将在年底前 扭转这一局面 并外 特斯拉最近确认与三星达成 165亿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将使这家韩国公司在其德克萨斯州代工厂 生产下一代AI6晶片 合约一直持续到2033年 这进一合作提振了其晶圆代工业务长期前景 这可以为三星的代工业务营运 注入急需的规模和稳定性 特别是当该公司不仅面临来自台积电的激烈竞争 还面临地缘等压力的情况下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8月开始对韩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 此前为25% 这位三星下半年业务的复苏蒙上了新的不确定性 三星正在走钢丝 压住人工智慧将其从低迷中拉出来 同时应对动荡的贸易动态 并试图在竞争激烈的高阶记忆体业务中 驳回市场份额 如果三星能够实现更便宜 高产量的HBM3E生产 它可能会改变这种困境 总体来看 辉达正在测试三星的HBM3E 但仍对散热和能效持怀疑态度 赢回回答将是一个转折点 随着Meta Microsoft和Amazon都在扩展其内部 AI晶片三星等记忆体供应商 正在进行一场新的竞赛 不仅要证明能力 还要证明其价值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